《运河边》的人们 都是围绕着运河 来去讲述的一个故事 最主要它可能通过 运河的二十几年来变迁 通过我们剧中人的人物命运 来展现整个运河的这种变化 大运河是我们祖先辉煌的创造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不管是运河还是长城 都是中国古代的人民 一起挖成的 所以说它是个壮举 如果大家能去看的话 就会非常惊叹这个运河 它居然是人 一点一点去挖通的 它也能体现就是说 从古到尽中国人民的这种力量 那种勤奋 我想为运河的改变 做点实事 我们为什么要去拍它呢 为什么要拍这个运河边的人们呢 就是因为现在完成这个壮举的 也是一个一个人 就像我们剧中的这个 一个一个人去完成的 大运河不仅是某些河段 干活更严重的是 大运河的污染 大运河的整治工作 必须提倡日程 这件事要是干成了 运河就会有一个 百年未有的大变化 大家一直以为运河边的人们 一听这个主题的表达 一定是以为它是一个口号句 是那样去理解的一些 但是其实我们更愿意让观众 跟着我们人物的命运 去看这个故事 这医化厂的污染问题不处理 不解决 那国家的法规 不变成一张废纸了吗 这运河是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这是无价的 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关键词 比如说执着 坚持 我们大家现在很多人 很多事情都很着急地去做 那如果把这个理想放大了 放得长远的 我觉得陆昌河 它其实让大家 能够理解到 它自己所要表达的这种东西 你要去这儿啊 我还是希望自己 能够真正参与到 运河的治理和改造中去 它为什么开始的时候 它非要去做一个这样治理 这个河道这么一个 具体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大的口号式的这样的 而是切身感觉到 就是说 它是从小在这片河边长大的 父亲也是跑船的 从小就生活在船上 他是亲眼看到这个河 是一点点怎么变脏的 所以说他不想让他的女儿 后代看到这么脏的河 就是他自己非常朴素的一个理想 继而他最后完成了 他治理河道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觉得 还是比较生活和比较实际的一个 并不是口号式的一种呈现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提这种现实主义呢 现实主义它是观照当下的 虽然现实主义不是说 写当下就叫现实主义 但是它一定是跟我们当下的 这种人的精神需求 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我觉得是紧密相关的 为什么这两年有好多这种戏 大家都非常喜欢 就像《人世间》 包括亲爱的小孩 《人世间》你看它有那么大的跨度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愿意看呢 我觉得老百姓会在心里面 会找到一定的这种共鸣 要给老百姓写戏看 我们不想就是写一个高大上 做人是要实实物 但是做事要认清大事 大云和 只要他还在向前流淌 就会有希望 有的时候我们会人为的八高 我们想象他是这样的 我们主创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这样的 但他就会脱离你实际人物的这种存在 就像我们现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在某一场戏上 我们会跟演员去聊 会这样吗 观众相信你写的这是真的吗 我们很多戏是这样聊出来的 会在一边拍的过程里一边调整 包括所有演员我们在现场 都会这样去做这件事 大家会先走戏然后对次 最后大家相信这场戏 观众相信他是这样的吗 所以这样捋下来以后 就只有让这个人 观众相信这个人物 观众才会相信他表现的生活 感觉我 调整的那种 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